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 现今的游戏界市场充斥着大量各式各样的游戏 多样的游戏也间接导致了 有些游戏必定不受市场待见 越来越多游戏承受不住时代的浪潮被冲走 大批的游戏寿命也越来越短 最终朝向倒闭的方向飘去 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躲避球特工队 这款游戏在发布初期备受玩家们的瞩目 一直到发售之后 依旧保持着不错的口碑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它渐渐消失在玩家们的视线中 直到游戏最后倒闭官服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今年的玩家机密就来跟玩家们分享一下 躲避球特工队陨落的故事 如果有遗漏或者是想要补充的玩家们 你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哦 开始 躲避球特工队在2021年5月21日 由Valent Studios进行开发之后 转交给EA发行的一款线上运动竞技对战游戏 游戏的美术风格是主打美式画风 在地图和人物设计上 都有满满的美国街头风格 再加上玩家所用的武器 都充满着科技感和鲜明的颜色 让人看了十分赏心悦目 这些看起来如此玄幻的美术风格 竟然是以躲避球作为基地 让玩家们在高耸凌厉的大城市中作战 看起来节奏翻快有趣 不仅如此 游戏在玩法上是以传统的团队竞技方式进行对战 其中玩家还可以将自己化身为球 让队友将自己扔向敌人 出其不易的进攻手段充满了娱乐性 策略上也变得更加多样化 躲避球特工队在早期的成功 是广大玩家有目共睹的 游戏在发售初期 在各大平台上推出了10天的免费试玩期 吸引了大批玩家的融入 那些感兴趣的玩家随后也可以在过了试玩期之后 以20美金的价格入手 你或是购买EA Play或Xbox Game Pass 就可以免费游玩 官方这样的做法 让游戏正式推出不到一周的时间 就在各大平台上 累计突破了200万名玩家加入游戏 在EA平台上成为了继Apex Legends之后 玩家们最喜欢的游戏之一 游戏虽然由EA代理发行 却破天荒的没有在游戏中加入抽奖系统 所有的饰品都是直接采用买断制 变得不像以往EA的传统做法 而取得了大量的好评 随着游戏的热情高涨 官方也乘胜追击 在发售不到一周的时间内 直接宣布举办比赛 试图成为一大体育竞技游戏 然而好景不长 就在玩家们以为这将会是一款 可以长期存活在游戏界的 运动竞技类服务型游戏 玩家人数却在短期之内爆降 实际原因是因为大批玩家 趁着游戏的免费试用期 再加上抱着尔长口闲的态度 去下载游戏 当试用期一过 人数就会指数性下降 于是官方为了留住玩家的流失 决定在首发的试玩期过了之后 依旧保持着免费试玩 玩家可以在不购买游戏的情况下 游玩到25集 好好体验游戏之后 再考虑是否要购入游戏 可最终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玩家的大量流失 不仅仅是游戏价格的问题 事实上是由于游戏的技术门槛过低 失去了竞技游戏带来的快感 偏低的技术门槛 确实吸引了大量新玩家的加入 但是长久下来 玩家们会因为达到了技术上限 而对游戏失去了热情 竟然转战其他的游戏 但是特别的例子是 糖豆人同样也有着较低的技术门槛 适合各个年龄段的玩家 由于糖豆人采用了大逃杀类型的游戏 只能有一位胜利者 竞技性相较于躲避出特工队的团队作战高了许多 胜利带来的喜悦也相对的高 也奠定了糖豆人的成功 此外 游戏也在运营期间 玩家人数的激增和伺服器问题 导致在游戏中几乎每场比赛都会遇到卡顿和丢包的问题 还有几率会遇到直接退出伺服器的问题 学上加双的是 躲避球特工队 每个赛季的更新内容几乎一成普遍 作为一款服务型游戏 却没有在每个赛季定时更新游戏模式 吸引新玩家和保持旧玩家的热情 而且游戏还缺乏强而有力的宣发 间接导致游戏无法更好地让广大的玩家社群发现此游戏 这些种种问题犹如猩猩之伙般的 再一点一点的杀死游戏 虽然游戏推出之后饱受争议 但无可厚非的是 它的游戏性是市场上 许多游戏无法媲美的 可以说是独一无二 这样的玩法也让它在2021年TGA游戏大奖上 获得了最佳多人游戏的提名 这同时也代表着游戏的品质是广大玩家有目共睹的 此时的Valance Studios 并没有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 因为他们清楚知道游戏自发行以来的问题 并做出改善 在游戏发售的一年之后 他们正是从发行商EA手中接管了游戏的运营权 并正式宣布在第六赛季 将躲避球特工队转变为免费游戏 试图吸引新玩家的加入 这一举动也导致了 当初掏钱购买游戏的玩家感到不满 官方也为了平息众怒 赠送价值不菲的忠诚礼包 给予老玩家作为补偿 尽管游戏成为了免费游戏 新玩家也在短时间内大量涌入 但同时也造就了一个早就存在于其他游戏的问题 炸鱼 大批新玩家的涌入和旧玩家的技术相差过大 虽然游戏的上手难度不高 但游戏的排位机制不平衡 也在消耗新玩家们的耐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 玩家从当初的2000多人不停的聚将 官方也意识到了游戏的大限僵制 最终躲避球特工队在2023年2月18日公布第九赛季之际 宣布这将会是游戏的最后一个赛季 也确认了游戏将在同年6月6日 在各大平台上正式官服结束运营 并在第九赛季停止所有现金活动 将所有游戏内饰品大幅的降价 玩家可以用极低的价格购买自己心仪的饰品 借此来获得最后的体验 游戏的制作总监Jerone Russo表示 游戏在经历了这么多次的改版 依然难以满足游戏玩家们的需求 即便是在游戏转为免费之后 还是没能留住玩家 再加上开发团队的规模不大 没有足够的资源来重新吸引玩家回坑 因而决定官服 这款曾经获得广大玩家好评的服务型游戏 最终也面临了玩家流失 而不得不停止运营的命运 而在当时后 其实还有一款游戏 由Iron Galaxy Studios开发 Epic Games独占发行的免费大逃杀 Rumberverse 也是一样不受玩家待见 在当时同年的3月1日结束了运营 只不过这款游戏 竟然只是在发行的6个月内就惨遭关闭 主要也是因为这款游戏 并不能胜过Epic Games发行的Fortnite 最后也只能忍痛结束运营 同样的一款服务型游戏 倘若游戏商没有好好经营 又或是充斥着各种问题 必定会将自己一步一步推向深渊 在躲避球特工队官服的那一年 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巴比伦的陨落 这款游开发过尼尔自动人行的白金工作室 开发的服务型游戏 然而游戏经历过惨烈的评价之后 也在开服不到一年里 于同年2月28日结束运营 如果连躲避球特工队这种免费的服务型游戏 都艰难的存活了两年的时间 那么巴比伦的陨落却以3A作品的价格 丢入市场加上游戏的品质又不好 更是加速了自己的死亡 同时这也证明了 不是每一款游戏都能像Fortnite PUBG Apex Legends一样 有庞大的玩家社群支持 当然残酷的游戏界 还是有许多暖心的事情 深爱躲避球特工队的团队 为了让游戏盛大的离开 他们在第九赛季 举办了为期两周的告别活动 Tanks for Chaos 还举办了一场将近时高达 25000美金的比赛 作为游戏中的最后一次活动 制作团队还特地释出了 PC平台的独立游戏版本 允许玩家即使游戏官府了 依然可以在自己设立的伺服器上 继续游玩游戏 官方主页上也发布了 资源私人伺服器Windows下载客户端 同时玩家也可以在Steam上 找到私人伺服器般的游戏 深爱游戏的游戏制作人Josh Harrison 也呼吁所有线上服务游戏 应该在游戏停运之后 推出相应的离线版本 他认为没有一款游戏会永远存在 如果游戏不幸停运 有一个可玩的离线版本 对于开发者和玩家来说 无疑是一种安慰 大批喜爱躲避球特攻队的玩家 仍旧不离不弃 他们甚至自掏腰包在Github 创建躲避球特攻队启动器 让想玩的玩家可以使用 更简易和流畅的伺服器 而且还是全天后24小时7天待命 着实令人感动 在这个免费游戏竞争激烈的市场上 一款游戏要存活下来绝非意识 除了游戏产生自身资金链足够丰富外 玩家色权的努力和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 Balance Studio的创始人 Guhabala 就有表示游戏的陨落 有部分原因是因为近年来通货膨胀 在全球范围的影响 尤其是免费游戏横行的世代 大部分玩家在游戏内的花费减少了 这也意味着小型工作室推出的免费游戏 就必须更努力地吸引和留住玩家 并找到更好的方法 来从中赚取收益 维持游戏的生存 Balance Studios就是其中一个 饱受游戏市场摧残的工作室之一 他们的躲避球特工队 惨遭滑铁炉 自身工作室也处于重组阶段 进而导致有些工作项目被迫取消 必须缩小工作室的规模 这些种种问题都让工作室 不得不进行裁员 和寻求新的合作伙伴 才能保持新游戏的品质 躲避球特工队在运营期间 经历了云消费车班的起伏 他用其独特的玩法和画风 吸引了一众玩家的支持 却又无法存活下来 令人感到唏嘘 随着游戏界的快速发展 和玩家口味的不断变化 许多游戏难以保持长久的吸引力 躲避球特工队再次强调了 游戏宣传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强而有力的宣传 再加上有趣的内容和优良的玩家体验 才是一个游戏成功的关键 面对如此讯息万变的游戏市场 开发商要以躲避球特工队 作为重要的教训和警示 来不断创新游戏内容 维持玩家的热情 不知道玩家们对于这部作品 又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 不妨在下方留言分享哦 而现在只需要一员加入我们的Patreon 每个月都会有游戏相关的giveaway哦 这里是玩家机密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